《新北市博士談判》 《新北市博士談判》 6月27日晚上 台灣新北市白仙水上落園 舉辦Colour Play Asia彩色派對活動期間 現場出現爆炸事故 新北市衛生局28日清晨公佈 事件裏面有474人受傷 其中141人重傷 6月29日早上 全身招傷達9成的女子李佩均 經遠方搶救 今早傷重不治 暫時確認有4名香港人受傷 已聯繫傷者家屬提供協助 其中2名女子將送返香港和上海醫治 爆炸的起因 懷疑是短時間狂殺粉塵 造成粉塵濃度過高引發燃點 事後調查人員發現 現場遺留十多個打火機 滿地煙頭 懷疑事件亦起因於煙頭 或點燃的打火機 但又認為有可能是電氣火花造成 香港即將有兩個用同類彩粉 或牙鳥的活動進行 引起爭議 並且要求停辦活動 求主醫治受傷的市民 賜下平安、安慰 給死傷者的家屬 並且求主保守調查人員 能夠找出真正起火的原因 免許日後同類活動再次發生意外 奉主耶穌基督聖命祈禱 阿門 阿門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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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